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逆》,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434集 炼宝 死边立刻一阵,一道白芒从旗上扩散而出。 这白芒霸道无比,刚一出现了,便立刻四散开了,把王林的灵觉生生震散。 王林神色如常,心念一动,立刻包塔之上周易的神石啊,向着包塔疯狂的凝聚而来。 只见一道清光,立刻把昆吉边包裹在内,在清光中则是那白芒。 王林目光平静,右手一点眉心,立刻七元神一阵之下离体而出,扑向昆吉边,开始了祭礼。 这一过程持续了七天,七天之后,周易的问鼎神石加上王林的元神,终于把昆吉边上的神石抹去。 失去了神石的昆吉边,立刻被王林的元神一冲,在其内留下了一丝烙印。 看着昆吉边呢,王林能感受到其内与自己好似一体的那种玄妙之感。 在这昆吉边内,有众多的阵法。 这昆吉边呢,与那草帽一样,都是以阵法在内部凝结而成。 这两样宝物中啊,草帽显然不是只有一个。 如此一来,其价值就降低了不少。 除了隐匿相貌之外,王林通过云雀子的预见,从其内倒也看出了一些端倫。 不过此物对它最大的作用,却是从其内的阵法中,繁衍出禁止。 从而使自己的禁番可以再提高一次。 禁番之上的禁止,此刻王林的目标是9999组。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它需要掌握大量的禁止手法才可以做到。 至于昆吉边,此物王林断定了,不是伪先宝。 因为此物以先例凝聚,虽说可以发挥,但威力却是不知为何极为诡异,远远不如灵力使用。 这一点让王林百思不得其解。 他研究之下发现,此物甚至连灵力都可以不用,只需抽出,其上便会自然蕴含一股奇异之力。 如此一来,此物在王林眼中顿时神秘起来。 这昆吉边乃是楚云飞之物,他被逼,不得不尽快离开。 这昆吉边他自然知道神秘,但在他眼中,此物确实有些鸡肋。 逃走之时略移犹豫,碍于此物在前锋手中。 那前锋又是朱雀子的弟子,怕多生事端,于是放弃,离开了朱雀星。 王林目光闪动,他总感觉此鞭有些诡异。 陈银烧起,把这鞭子收起。 他右手一翻,手中再次多出一物。 这是一个画轴。 盯着此画轴啊,王林沉默许久,又慢慢收起。 此物是他所有法宝中在神秘程度上仅次于天逆珠子的。 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昆吉边。 王林抬头看向虚空,目录思索之色,随后在楚戴上一抹。 立刻,一辆充满历次,争名无比的战车从楚戴内幻化而出, 落在了前方地面。 此车一现了,立刻四周封杀四起, 向四周疯狂地散开,好似不敢接近一般。 一根根立刺在此车之上闪烁寒芒, 让人一眼望去便忍不住内心惊惧。 王林盯着此车,右手在楚戴上一拍, 驱兽圈缓缓飞出。 设神车呀,送了司徒南一辆, 在王林手中还有两座, 这两座中最大的那个, 王林自知以现在的修为还无法驱使, 否则必定会被反噬。 但这第二座设神车, 王林却是有把握限制在驱兽圈内。 半个月后, 王林离开了此处平原, 这半个月的时间内, 平原之上几乎整日都有巨兽咆哮之声不绝于耳, 直冲天际, 疯狂地扩散开来。 那巨兽的咆哮洞彻九天, 整个朱雀行上, 甚至连仙仪族之地, 都有不少人感受到了那股不屈于天地, 不屈于任何人下的战魂怒吼。 王林潘西坐在文兽碑上, 向远处击驰, 他脸色苍白, 手中拿着一块仙玉, 烧请之后, 那仙玉碎裂, 化为飞灰。 在仙玉消失的瞬间呢, 又一块仙玉在王林手中出现, 继续吸收仙力。 那射神车上的魂兽, 强大程度超过了王林的预料, 尤其是在旗上, 有一股不屈之意, 直冲云霄。 这是一股狂傲到了极限, 不屈于世间万物的霸气。 最终啊, 王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将其限制在了 屈兽圈内。 只不过屈兽圈呢, 却是出现了一道裂缝。 先知住此不屈浑兽后, 王林全身的先例瞬间消失, 整个人差点直接灭亡。 幸亏啊, 他之前早就有了准备, 这才坚持到了最后。 王林睁开双眼, 摸了摸手腕上的屈兽圈, 眼中露出心有余悸之色。 此物将是一个强力的法宝, 可惜尊魂藩内只剩下三个主魂, 否则配合尊魂藩使用, 定可把射神车开启时间漫长这点破绽, 完全遮盖过去。 以我此刻的法宝, 面对应变中期, 却是不惧。 面对寻常应变后期, 只要给我时间开启射神车, 也有一战之力。 但对于那些拥有仙宝, 亦或者是应变后期圆满, 半只脚踏入问鼎之人, 我还是不敌。 若是直接面对问鼎修士, 没有任何胜算, 还是太弱了。 而且天运星定然是远远超过朱雀星的存在, 骑上的高手定然比朱雀星多出很多, 在那里定要小心谨慎。 可惜天逆珠子始终还是差了金属性, 前锋吸收了红蝶五星四灵, 金灵被我抓住, 但却只让天逆珠子在金属性上完成了三分之一。 王林轻叹, 向着远处疾齿而去, 他所去之处啊, 正是司徒南一字并将王所在之国。 四级修真国, 周国, 其凡人皇族的都城内, 一座巨大的府邸中, 司徒南酣畅的声音从其内传出, 嘿嘿嘿, 好好的伺候大爷, 要是大爷舒服了, 赏赐给你们点灵灯, 保管让你们这些小娘子的皮肤, 嘿嘿, 二三十年内都白白净净的, 银声雀语, 不断从其内传出, 其间呢, 他有取悦之声回荡, 美妙绝伦, 深夜, 明月当空, 在这月色中, 一个猙獰的黑影在月光中渐渐游远极近, 栩栩而来, 那猙獰的黑影是一只巨大的妖兽, 这妖兽的样子呀, 好似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蚊子, 在这蚊子背上站着一人, 死人一头长发随风而动, 充满飘逸之感, 他背着双手, 站在文兽之上, 一身青衫, 更显挺拔之态, 此人呢, 正是亡灵, 文兽渐渐来临, 在其身下是一处凡人的城池, 这里便是周国凡人的都城所在, 处处阁楼无几, 城中一条贯穿南北的长河中, 花船之之, 虽是三更十分呢, 但其上却让人灯火灰明, 狮子对付之声时而传来, 其中还夹杂着 盈雀女子的娇笑软语, 更添此地繁华, 王林扫了那些花船一眼, 身随文兽向下一滑, 好似幽灵一般, 直接从长河之间飘过, 如同天外飞仙, 无声无息, 花船内, 有浪荡公子许是醉勋, 外出吹风, 挑开盖帘, 一眼望去, 但将文兽模糊的背影, 立刻酒一圈无, 目瞪口呆, 烧请之后才缓过神来, 暗潮啊, 这酒水喝多了, 居然出现了虚幻之影, 在紫城东部, 一座奢华庞大的府邸上空, 振振欢声笑语, 取悦吟唱, 不绝于耳, 王林站在文兽之上, 平淡地说道, 司徒, 该走了, 烧请, 府邸内一切取悦之声, 骤然而止, 整个府邸, 在这一瞬间呢, 立刻再无任何声息, 好似所有人, 全部僵化一般, 一个身穿紫袍的童子, 从旗内走出, 他脸上露出不舍之态, 感叹道, 哎, 老子还没享受够呢, 修道修道, 修个狗屁道, 还是老子亲王的生活好啊, 逍遥自在, 无人敢惹, 王林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明月, 缓缓说道, 该上路了, 哎, 你等一下, 怎么说, 这周国的小皇帝对我也挺好, 的, 我去给他点好处, 司徒男身子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半住香后, 司徒男的身影, 漠然间出现在王林身旁, 哈哈一笑, 吼道, 嘿嘿, 走了, 离开朱雀星, 他说着, 脚下一踩文兽, 文兽本就怕他, 此刻呀, 乌夜一声, 身子向前一冲而出, 化作一道弧形, 直接冲入酒消, 随着文兽的速度越来越快, 直入天际刚峰之处, 过了这段刚峰区域, 便可彻底的离开朱雀星, 文兽在冲入刚峰的瞬间, 一闪之下, 被王林收入楚代内, 随后王林整个身子, 好似流星, 瞬间冲入刚峰内, 司徒南速度更快, 早王林一步, 踏入刚峰中, 天际刚峰扑面而来, 强大的阻压之力, 好似泰山压底, 司徒南狂笑一声, 大吼道, 给老子散, 这一吼之微啊, 顿时啊, 整个刚峰好似被一只只无形的大手, 在司徒南与王林之间撕扯一板, 层层刚峰迅速的后退, 开出了一条通道, 天空之上的刚峰本是无形之物, 只能以身体赶出, 但此刻啊, 这刚峰翻滚云涌中啊, 自下掀起无数波纹, 转眼间, 这波纹居然扩散至整个朱雀星, 在这一刻, 朱雀星上无论是凡人还是修士, 全部抬起了头, 在他们眼中, 这天空一下子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七色光芒闪耀无尽, 朱雀山上, 周武太身穿一袭红袍, 整个人站在山间之上, 遥望天际, 眼中露出一丝感慨, 在他的身后, 跟着树人, 这些人均都是最新选出的一批朱雀山直士, 负责传达周武太的每一个命令, 王兄, 一路走好, 周武太难难自语, 与王林相识的一幕幕, 在周武太脑中不断地划过, 从在四派联盟, 因凡人的一个小王爷为一, 一直到四派联盟灭亡, 最终一路走到现在, 更是王林放弃了朱雀子的封号, 并让给了他, 这一切的一切, 周武太回想起来, 好似梦幻一般, 所谓岁月匆匆, 势态桑田, 本就是如此, 赵国, 所有的王家族人, 纷纷抬头看向天空, 王卓蒸蒸地望着天界, 轻叹一声, 在他身边呢, 有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这少年相貌颇为俊美, 此刻他低声道, 老祖爷爷, 是另一个老祖爷爷, 在天上吗? 王卓摸了摸少年的头, 平淡地说道, 是的, 他是祖爷爷此生, 最静福的一人, 我的弟弟, 楚国, 一处山谷棚的丛林内, 一头身子硕大, 威猛无比的老虎, 正咆哮一声, 扑向一头野猪, 轻而易举地将其声声咬死, 一甩之下, 扔向身后, 在其身后啊, 跟着七八头瓷虎, 这老虎抬头咆哮, 忽然声音骤然而止, 他的一双虎眼望着天际,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唉, 终于走了, 虎爷一看到他, 就心底发寒, 烧请之后啊, 这头老虎再次咆哮起来, 其声音中透着一丝欢快, 他转过身, 带着身后的众多瓷虎, 向着丛林深处奔跑而去, 追寻下一个猎物, 小白始终在等, 他在等周儒的呼唤, 他心中啊, 一直有种感觉, 总有一天, 周儒会来把他带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